如果說我要自己寫 我不是像剛剛用錄製的話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這邊的話你可能需要了解 先學習幾個東西 第一個 第一個物件叫Sales物件 Sales物件就是哪個儲存格 那你要放什麼東西 到裡面去 第一個 我們先知道說 我要把公式放在這裡面 有點像我填公式進去的意思 第二個就是說 那我要從這個儲存格一直往下跑 那我就要告訴他哪一列 到哪一列的訊息 讓他全部幫我填進 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呢第二個可能要學習的就是回圈 那什麼叫回圈 回圈就是你跟他講說 我要從哪一列 一直 幫我跑到 跑到比如說 從第二列幫我跑到101列 停止 這個裡面的話呢 都幫我填入 我要填的公式 所以大概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 Sales物件 一個就是回圈 那怎麼撰寫 特別注意喔 再來的話 步驟 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VBA 畢竟難度又會比 剛剛更困難一些 一 請你點這個VBA OK 跳出來 然後呢我剛剛講過 我是建議你可以 把它浮動在上面 浮在上面就OK 二的話你可以看到 這個區塊 這個盡量往下一點點 目前的話有模組一對不對 你當然有幾個你可以把層次寫在這個下方OK 或者是說你如果不想要困在一起的話 你可以做 按右鍵 插入什麼 模組的動作 它會幫你產生 另外一個模組 叫Module 2 Module 1跟Module 2 分開來 也可以 OK 那也許我們把它產生 Module 2好了 我是建議分開來好了 不然 它混在一起 那3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要撰寫程式 也是兩個程式 一個是 名稱不要叫串接 因為名稱如果一樣 會出問題 那清除的話也許也把它改成叫清除2好了 名稱不能一樣 那我們就改名稱叫什麼 我看一下我這邊的名稱 取叫做 門號公式 OK 取這個名稱 那特別是有 我怎麼去撰寫程式 第一步的話呢 我們就是 直接 插入一個 新的模組 第一步 二的話呢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 新的 一個程式的話 VBA程式 請你開頭先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SUB 空一格 後面的話呢 你就要加上 這一個 名稱 名稱也許叫什麼 門號底線公式 比如說我希望把 這個門號的 資料 填入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填入的是一個公式 OK 你就輸入SUB 名稱 按Enter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 這個還蠻自動 它會自己幫你補個小瓜 幫你補一個 EndSUB 那你的程式就寫在這裡 接下來的話呢 我的習慣是按一個TAB TAB是下一階 也就是把程式寫在這裡 寫什麼呢 寫一個 儲存格 叫Sales 剛才不是一個AteCell 剛剛不是一個AteCell 就是單一個 但是特別注意 請你加一個S 指的是 這一整個工作表裡面的所有儲存格 那可是問題我不是全部喔 我是要指的是哪一個 所以瓜阿虎 他會問你說 哪一列啊 那我就第二列 所以先列 豆點 哪一藍啊 藍的話是 但特別注意喔 有幾個表示方法 你可以輸入數字 1的話是5啦 不過輸入5好像不太好理解 所以一般習慣會用 雙引號 1 用文字來表示 這樣就是12儲存格 等於什麼呢 我要放個公式進來 所以公式的話記得喔 先把它加前後雙引號 你把公式呢 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要怎麼把公式 放到這個地方來 接下來的話喔 因為目前這個公式我把它清掉 所以我把它切到這邊啦 糟糕這個地方也清掉了 該不會都沒有了 怎麼辦 沒關係好像剛剛這個地方 我們前面這個雲端上 我好像有貼這個公式 然後就拿這個上面的公式來 應該也OK 在上面的地方 這邊 這邊 往上 應該在 這裡啦 這邊有 有沒有 只是說因為我們有刪除兩列 所以F4應該要把它改成F2吧 所以喔特別注意 但是喔 C 但是 注意一點喔 蠻重要一點 因為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VBA本身雙引號有沒有 它已經拿來當成 放文字的符號表示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把這一串公式裡面貼過來的話 因為這裡面也有雙引號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雙引號放過來的話 它就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發生錯誤了 什麼錯誤呢 他就 搞不清楚了 到底你裡面這些雙引號是 VBA用的呢 還是你裡面公式用的呢 那怎麼辦 特別注意喔 教各位一個技巧 很簡單 你要 放進來之前喔 請注意喔 這裡面的雙引號有個規則 請你把它改成兩個再貼過來就可以了 特別就兩個喔 本來是一個對不對 那你就變兩個 那你想說怎麼變兩個呢 其實以前是這樣做啦 貼過來之後 那我就從頭到尾 這個跟這個 維持一個 這裡面只要看到 是一個雙引號就把它補一個 補一個 一直補 可是跟各位講 這個方式很容易出錯 所以喔 我後來想了一招 這我想出來的 我覺得這一招應該是萬無一絲 就是你直接怎麼樣 開啟那個什麼 附屬應用程式裡面的記事本 然後把剛剛的這個公式貼上之後喔 我先把這個改成2啦 因為剛剛這個應該是F2才對 這個2 我只要怎麼樣 貼過來之後 編輯裡面有什麼 取代 然後把什麼 把一個雙引號 改成兩個雙引號 按全部取代 再把這一串公式 然後 複製完之後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這個 Sales的位置 雙引號 等於這個雙引號 把它貼過來就可以了 等一下 這個 它好像多一個Enter 所以會把那個 這個多一個換 然後把它back回來 貼上之後的話 就 萬無一絲了 移開 不會出錯 那我要怎麼樣執行喔 其實 再來的話 我如果要執行 我習慣是 把這個VBA移到這邊來 如果要執行的話 把郵標放在中間 按個什麼 上面不是個執行 那如果執行之後你會發現喔 他其實他的動作是把 後面的東西 丟到前面的意思 後面這一串文字 丟什麼 丟文字 其實應該講就是 複製到這裡面來 那因為複製到這裡面來之後 他 偵測到裡面是一串公式 所以呢就會自動幫你執行 OK所以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把它run一下 你們看一下這邊喔 執行 錯誤 是 等於 這OK 這應該裡面就是 應該是有這個 是沒有錯 這邊 我看一下執行 這個沒錯 那應該就是那裡面的公式有問題 那我看一下這裡面 這邊應該是把這 實際上就是把它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那 應該多一個換行 看這邊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比較標準應該是把 我看先把這一個 這個 先貼到這邊來好了 這樣 這樣應該就不會有錯 這個應該2 還是說這個公式裡面有錯 打個勾 這個沒錯 那實際上應該把這一串 複製 到這邊來 把它取代 一個變兩個 然後再把這一邊有沒有 複製 到剛剛的 這個 這個裡面 不過這邊要記得要取消 因為它優標放這邊 你會切不到VBA裡面這邊 然後把這個 貼上就可以了 這樣應該OK 我看一下 把這個delete掉 再讓它run一下 可以了 所以剛剛那一串的可能 是不是多一個東西 或少一個東西 那實際上 像一大串公式 如果你要去檢查錯誤 有時候導步你從來 還比較快 因為說實在太長了 你光要檢查錯誤 真的是太麻煩了 OK 所以呢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它丟一個 可是問題第二個 第二個 那可是我們只有丟一個 那其他怎麼辦 第二個 你必須要加個回圈 回圈意思說 你可以讓這個2 改成3 改成4 改成5 改成6 但你 不可能說像 假設比較笨的方法這樣 就是你知道 複製一個貼一個 這邊改成3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3 一個 兩個 三個 那如果你把它執行的話 這邊又多一個 那如果下一個的話 起不是什麼 要一直往下 那所以 城市裡面會多一個叫回圈 那回圈的用途就是說 你不用 一直貼 它會自動 你只要告訴它範圍 它會自動幫你把那個範圍 所有的公式 貼上 那就完成第二次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重點提示一下 1 開啟Visual Basic 2的話呢 按右鍵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然後在這個模組裡面寫一個叫 Sub 門號底線公式 這樣 Enter 然後呢就輸入什麼 輸入我剛剛的這個 Sales 第2列的一欄 等於這一串 記得這一串呢 就是拿這個上面的公式 貼到記事本裡面去 取代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